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啊今天这一支的话是那个微信群那边说想让我做的 那这支比的其实买了一段时间但是我一直没有去拿 然后是那个末将的法师吧法师F9吧应该是这么叫 那跟之前那支mini80的话这个盒子又是另外一种风格了 希望是说这个品牌它的一个包装风格能同意一下 比如说如果是一支木盒的那就一做木盒 除非是除非是说你产品线上就是说那个分流吗 我觉得可以做得更清楚一点 因为现在末将的品牌它的比给我感觉就是好像什么都有或者不同类型很多 我当时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分流线在那边 像那个大品牌的话他们那些的一个线嘛 产品线都分得非常的一个清楚 那首先这个盒子我们先放一边 然后呢啊还是一样就这个木盒子 那这个镭色雷雕了一下 那跟万家或白金的那个很像 那但是我个人会比较喜欢硬就单纯硬一个黑色的木面会比这个雷雕的要好看一点 因为这个小胶的感觉我觉得处理的不是特别好 那你看这里就是深一点这里又浅一点这样子 然后比的话我也是提前开过了那当然还是尽量把这个惊喜留给你们了 就是尽量还是把还原回去然后再这样子再开一遍 好那再下来引入远远的啊又又多一张卡啊 对然后当时一开然后我以为是怎么回事的 然后这个就没太懂了一个呃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这张卡其实真的没有很大的一个必要 或者在包装上其实我希望是可以怎么样 比如说我把这个给拿走 然后呢就是如果是说我那这笔放在这 那希望如果是说真的我比较喜欢是可能是说做一个那个这个托盘嘛 但是不是用这种材料可能是像笔盒那种的 然后刚好我比如说我买了这个产品的时候 他刚好就可以放三支笔 那本身的这个我觉得这样子一个礼品会比较好看很多 其实或者使用很多 那像这两个的话那基本上给我拿去回收了 我个人可能就只留这个盒子 那这个盒子我可能就拿来说 我我到时候我本身如果有看我别的视频知道我也会软件嘛 那本身我组织是一个设计嘛 那我去画一个这样子一个托盘3d打印一下 然后可能是说再做一些中 呃那个毛绒布或者别的一个处理 然后他就变成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笔盒了 我我个人是这么觉得了 我也觉得我而且这个改动对我来说也是很轻松的一个事情 要做这个 那可能盒子我会考虑这样子处理 那如果是拿万家的那个那那就肯定是可以 可能换的更多 那我肯定也会更喜欢的 但像如果是贵一点的那个的话那些笔的话 像万家那种的我可能会留着 我就不会做这个改动 但是目前的品牌定位的话 他的一个盒子去给玩家做这样子一个DIY 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 或者再出一个配件 然后就你买那个配件 他就可以当成一个笔托 我觉得就把它就这样子 可能这个盒这个盖子我到时候就不要了 我就到时候再另外那个配件放上去 然后他就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笔托 我觉得这样子其实也是挺不错的一个 产品的一个办DIY就是墨像提供了一个呃 配件的一个平台 然后玩家自己去一个选择这样子 因为木盒子的一个玩法本身就比较大 然后再下来就是贴了一个那个干笔的那个名字 不然的话真会忘记这样子 好然后再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支笔 那万宝龙的那支说实话我真没有 而且那支的话那种野性的那个审美吧 说实话真的不是不是那种怎么讲 不是我特别好的就太野性了 这种我喜欢那种比较呃典雅的 或卢雅的那种就是相对来讲 就比较绚绚丽的这这样子一个设计 像比较素一点的这个的话加一条蛇 一条蛇嘛我觉得就太那个怎么讲 呃太苦太狂了 然后这个笔应该是旋开了吧 对啊笔尖啊这样子海云要缩回去了 等会再拿个对比吧 因为他这个我这么一看的话 哦这个是这个是怎么哦 活塞的吗这个 貌似是活塞的了这个啊不错不错活塞的 原版的那支是吗 原版那支说说我真没研究过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这个尺寸吧 但这个笔说实话真的好细 原版真的这么细吗 没有没有那支真真不好说 因为这个粗细的话 现在这么看就是中古笔那个粗细了 国藏笔不知道为什么吧 他的一个设计一直都是原用的 好像是30到40年前 比如英雄100或者别的一个其他的一些就 库存的那些钢笔的一个尺寸了 我觉得尺寸的设计上面可以 与时并进一点看现场的笔 其实他们尺寸都是已经不断在改变了 而且也加出很多衣服和一个现代人的一个需求嘛 这一次的话就可能能够有号码那 就讲这么多话这个设计上的一个问题嘛 因为说实话吧 那个我比较喜欢做的还是现场比多一点 像这种现场比 然后他的一个 因为我主要是从一个设计角度 还有那个产品角度 然后来讲一支钢笔 那比如说之前有讲过的白乐是一个文具 是文具的一个感觉 那白金的是性价比以及一个高性价比 但是又有一定的品牌等级的一个感觉 那像这一类的现场比 我觉得他更符合现代的一个走向 而且能讲的比较多 因为老的比他很多都是一个战争产物 然后就是像派克51 它是一个战产产物 其实在美感上面来讲的话就没有那种人文元素 那像现场的 它有更多的一些不同的设计元素在那边 然后再下来看一下这个笔尖 它是一个26号笔尖 百利金的这个尖前面我讲过了 它是偏长的 所以说你会感觉到这个稍微拉长一点 但这个也是 它本身一个品牌一个特点了 那笔尖上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长度 还有一个重量 那笔上面我先收起来 那所以说我觉得就国产笔的话 那个真的设计上面 其实它可以下手的地方 其实非常多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样子有拿过来了 但是里面的精髓 然后里面的一个品牌的一个 呃品牌形象 或者它的一个比比的一个怎么叫 比的一个产品分流等等的 我感觉好像没有投入到很多的资源 去考虑这个就不是想说我把这个品牌 然后怎么讲呢 打出一个名堂 或者是说在品牌上面 投入很多的一个形式 我感觉这一点上 末将不是做得很到位 呃尺寸上来讲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一百一百一百一十一点五二左右 那再下来的话是这个 好 一百二十六点八七的一个长度 好 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 的一个重量先 重量大概哦 二十一点二 那反正也是中规中矩的一个重量 帽应该不很重 30左右反而帽重量也不很重 因为有这个比较在那边 然后比较的话这个非常硬 基本上拿不起来 这个之前傅立文也有一个 那个比较也是这个样子的 那个傅立文的零奥七 那听说他们也出了一个新的一个颜色 上次看了一下那个颜色 其实还挺好看的 比之前的那个好看一点 然后这个上面这个顶就 反正基本上元素应该是差不多了 倒是这个形嘛 一出来第一个感觉 我们没太懂这里为什么切平了 为什么不顺着过去 这个单纯的一个美感问题了 然后整个就直直的 如果是有点抛的 或者是说加粗一点 等等吧 我觉得就是主要的整根笔的 第一个上手感觉就是一个美感的问题 我觉得 然后其他的其实 像一个漆面 刚刚为什么想拿海运呢 看一下它上面这个漆面 那漆面其实来讲的话 这个漆 我不知道它这根是塑料的还是 金属的 这个摸不太摸出来 但照着这样看 好像好像是塑料的 因为如果漆面的话 应该是像这样子 有点稍微化 化开的 这个的话 你看那个光度 那个反射 你看就是 更像是一个塑料吧 我觉得 然后原版的不知道是不是一根金属感 那个 然后这里的话 上面这个笔顶吧 我不知道是什么 什么意思 这个真真没看懂 也不是品牌的一个logo 也不是那个 还是说墨箱logo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 比较的话 反正也没什么好讲 基本上也差不多 还是要原版来对比 然后再下来的话 一个金属笔握 比较容易 感觉打滑 其实我个人觉得 不太会打滑的 其实金属笔握 我觉得打滑机会不会很多了 因为用笔用习惯了 不会很介意这个东西 反而是这个真的是指纹吸收器 这个亮面 然后再下来是 倒是没想到是一个活塞的一个笔了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拆 有点想把它拆了 但是还是说 它里面是一个 也有可能里面就是一个吸墨器 然后这里是一个延长的结构 然后其实储木量不是整根笔杆 可能就是里面的那个吸墨器 然后就是装好了 然后固定死 然后就变成一个尾活塞的一个设计 我暂时看这个尺寸的话 更像是那个尾活塞的这样子一个设计 不知道真的还对不对了 那知道了 观众麻烦告诉我一下了 然后上面的这个笔尖的话 就是呃 看一下 ak 好像还是还蛮放大镜 我不太想动到那个屏幕 不然整个屏幕又一抖一抖的 然后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笔尖 笔尖的话 哦 不好意思 笔尖的话 应该还是差不多 笔尖的话 我觉得 可以可以可以那反正就是这是上面的这个压纹了 压纹反正就是F间反正也是很正常的 中缝上面暂时看还是挺准的 然后再下来是一粒那一粒的话就是像是屁股的这样打磨 那像这种打磨的话他肯定不会挂纸 然后前面是一个水滴型的一个打磨 然后呃 还是挺光滑的 那看起来的话不是呃 前面有点斜面 那你看前面最前的那个地方吗 就这个地方在前面一点的那个地方的话 他是有一点点啊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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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错了 如果是有一点普遍的国产的话 他前最前端的那个有点像 长刀的那种去前面有点斜的 有点这样子就像我手指这样子有点斜的 这个没有水滴型打磨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是早期的比较 早期的那种百利金的那种打磨 那主要好处就是说这个东西他不挂纸这种打磨方式 好那我们先来试写一下 嗯 这个 啊 这次没得看他这个 我这个圈数好多 这个就上墨的一个感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圈数 就是不是平常那种两圈到三圈 这个好像有四圈到五圈了 然后这个啊 另外第二个问题提现出来的螺纹在这里 然后插的时候比较麻烦容易沾到 然后他应该比对那应该螺纹在前比较前一点的地方吧 可能对螺纹螺纹在比较前的一个地方 嗯个人觉得还是在这个地方比较厚一点比较好 因为那个 呃 墨脏到了 有时候时间久了 然后挂墨挂多了 就不太好清理了 好 那个还是一样 呃 书写一下吧 哎 不去 啊 吓死我了 来 嗯 嗯 F9吧 然后这 出墨还是挺大的 那这个也正常了 因为是那个屁股尖的那种打磨了 然后 但是好处是真的完全不挂直 然后 哎 有点意外弹性是很弹性是很够的 这支笔 这支笔的弹性非常大 那肝肩来讲的话有这个弹性真的是比较少见了 上一次就是弹就是肩比较弹的应该是英雄236就那支笔 然后后面好像都没有后面还有一次但是那支我忘记了之前 拍的时候好像固有试过的反正也是能压肩压得非常凶的 但这个的话轻一点写的话反正就出墨量也是挺大的现在这么看 那个墨还是有点反光的就在在我眼睛里面看 视频里面就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了 然后写的话反正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写的话 再下来应该 啊 书写上来讲的话是怎么讲呢 就是正常也是很偏那个中性比那种那种鞋感 但是没有那种那么的滑 然后瓜子又没到到那边就是快到沙沙的那种鞋感 但是没有沙沙那种鞋感就到了那那样子的一个临界点 然后再下来拿这支Waterman的Bolt Point Pen 那你看到它基本上F间那根那根0.5的 呃0.5的差不多那基本上跟0.5的初期完全完全是一样了 那写起来的话反正爬个子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很大的压力 但是如果是说出风的话这个就有点难度或者是说散书者不折笔吗 散书者不折笔那如果会写字那当然肯定都没差都差不多了 那反正就是但对我来说的话反正就是小学一年级到二年级的一个书写水平 那反正我个人觉得呃人写就行了那这一支的话反正写来讲我个人觉得有点有点细 然后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了主要的还是要跟原本那支对比 那卖的这个设计元素真的看个人喜不喜欢鞋感上我觉得就是 呃火场的话还是要那个我个人比较喜欢的那个鞋感还是英雄 嗯还金星吧金星金星金星的四五六吗还是英雄四五六 反正英雄四五六吗对比好像金星的还有一只那那一只还有就是英雄六六 还有那个永生六一八我觉得还是做按键比那些比较擅长了 像民间的这些的话还是跟现场比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距离这样子 好那今天的这个视频的话大概就到这里了有什么我漏讲了麻烦帮我那个补充一下 那有什么问题下面留言给我我们下次见拜拜